校園口罩令從今天開始來解禁 不過實際前往的國小校園 可以發現每個人口罩還是戴緊緊 很多家長就說了 還是希望小孩可以戴上口罩 畢竟之後呢 指揮中心有可能會宣布 親戚患者免隔離 再加上現在也正值流感 還有腸病毒的旺季 因此家長難免會擔憂 不過小兒科醫生則說了 其實現在確診呢 就跟感冒一樣 不需要太過擔心 校車一抵達 學生們蜂擁進入校園 迎來3月6號校園口罩大解禁 仔細看看 每個人口罩還是戴緊緊 因為家長難免心驚驚 所以我其實也是跟大家說 既然要解禁的話 但是我還是希望 他們繼續把口罩戴 但是進教室 如果他覺得不舒服 或是同學有人戴口罩 就讓他自己決定 他要不要戴 到底戴不戴 見仁見智 不過即便解禁 還是有些場合另有規定 像是學校健康中心 或搭乘校車 以及打菜的時候 都必須佩戴 不過像是午餐時間 用一用隔板 或是家政課 烹飪課等特殊課程 各校自行決定 規定不一 難免頭痛又麻煩 口罩解禁了 耶 學生歡呼聲 想撤禮堂 因為戴著口罩 將近3年 現在終於可以拿下 難掩飲 難掩興奮 但還是有人 難以改掉習慣 因為已經習慣戴著口罩 所以就一直戴著 只有印章圖 因為病毒會口插口罩裡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他的那個防衛性還滿高的 有些家長他們似乎 也是希望朝比較安全的 這種感覺去做這樣 就怕自家寶貝疾病纏身 因為指揮中心說 最快一週後 宣布輕症免隔離 加上正值肠病毒 和流感旺季 面對家長顧慮 醫師別有見解 現在對這個新冠肺炎來講 應該要用流感的方式 去看待的 台灣將來要實施 確診者免隔離 也不是台灣的首創 利品和病毒共存 但本土病例數 始終在萬人之上 口罩戴不戴 民眾心中自由準則 記者江成俊 張晨諺 台北報導